女人用尽全力把车推下悬崖 上面还坐着年仅三岁的儿子 她满脸绝望 可是到如今只能这样做 几个小时前 丽莎驾驶着丈夫新买的豪车 带儿子去看望爷爷奶奶 这是目前最先进 也是最安全的汽车 车身金刚奈米体装甲 超薄防弹窗 抗危险传感器 还配有人工智能系统 她根据车内的重量 准确推断出丽莎和儿子坐在车里 丽莎觉得很神奇 于是查询了历史存档记录 发现副驾驶曾坐过一个110斤的人 这明显是女人的体重 丽莎感到疑惑 就在这时丈夫打来电话 出差航班延误 她正在机场附近的酒店休息 丈夫告诉她 已经将汽车配套的软件 安装在她的手机上 可以通过手机控制汽车的每个功能 在服务区休息时 一个男人鬼鬼祟祟靠近车辆 丽莎拿出手机锁上车门 操作果然非常方便 她带着儿子继续踏上旅途 无聊的她打电话和闺蜜闲聊 视频里面传来飞机起飞的声音 闺蜜表现得很紧张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丽莎问闺蜜的体重 她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这让丽莎更加确定 她和丈夫在一起 闺蜜心虚地挂断电话 这让丽莎非常生气 她连忙给丈夫打电话 却迟迟没有人接听 丽莎心乱如麻 她只好改变行程 准备去机场寻找丈夫 这时导航提示 高速公路发生车祸 走高速很有可能堵在上面 丽莎一刻也等不了 她让导航重新规划路线 选择了路程最短的山路 天色逐渐暗下来 儿子开始闹腾 为了安抚她的情绪 丽莎只好把手机递给她玩 转头的功夫 一头路突然出现在马路上 车辆直直撞了上去 丽莎连忙刹车 小心翼翼地下车查看 儿子无意终点开控制车辆的软件 在上面乱滑 没想到启动了汽车的金库模式 随着警报声响起 车窗自动关闭 丽莎赶紧用木棍抵住车窗 车窗轻易将木棍夹断 她趴在窗边 引导儿子将车辆解锁 年幼的儿子根本不明白她的意思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继续低头玩手机 丽莎非常着急不断拍打车窗 儿子受到惊吓手机掉到座椅下 丽莎彻底绝望 通过手机启动车辆的希望破灭 她只能重新想办法 丽莎呼叫救命 可荒郊野外一个人影都没有 她试图和人工智能对话 没想到智能系统也被关闭 丽莎拿起石头拼命砸车窗 车窗是防弹玻璃 无论怎样也砸不开 直到她筋疲力竭 玻璃都纹丝不动 这时她注意到远处有微弱的灯光 顺着灯光找过去 是一个小型发电站 她终于看到希望 想寻求帮助 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丽莎只好从铁门翻进去 找到一个手电筒和扳手 她刚准备回到停车的地方 感觉后面有东西跟着 原来是一只野狗 她撒腿就跑爬到车顶 野狗对着她狂吠 丽莎用班手不停反击 野狗被吓跑 她继续砸车玻璃 车辆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疲惫的丽莎躺在车顶 开始反思自己太鲁莽 没过多久便陷入沉睡 当她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车内的温度越来越高 她赶紧查看儿子的情况 儿子脸蛋通红满头大汗 还穿着厚厚的棉衣 丽莎尝试教她脱掉衣服 但儿子根本听不懂 她只能在外面着急 儿子以为母亲要手机 试图弯腰去捡 可安全带紧紧绑住她 根本动弹不得 儿子不知如何是好 委屈地哭了起来 丽莎只好再次寻找救援 不知走了多久 她看到一条河 旁边还有一个荒废的机场 里面没有用得上的工具 她拿着矿泉水瓶 装满水后回到原地 三岁男童被困在四十多度的车里 她的脸颊被晒伤 已经陷入昏迷 丽莎非常着急 不断拍打车玻璃 但根本得不到回忆 她把水浇在车顶试图降温 更让她绝望的是 饥饿的野狗找了过来 她赶紧躲在车底 野狗想攻击丽莎 丽莎只能拿起扳手反击 很快野狗嗅到被撞死的鹿 将她的尸体拖走 丽莎这才逃过一劫 由于没有路的身躯挡住 挂着空挡的车辆开始滑行 后面就是悬崖 儿子还在车上 她试图用身体挡住 可车身实在是太重 丽莎根本抵挡不住 好在一块凸起的石头抵住后轮 车辆这才停止滑动 看着车内的儿子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她救出来 又晓得她根本承受不住车内的高温 丽莎看着不太深的悬崖 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现在的她无计可施 只能铤而走险 说不定能够获救 她想将石头掰开 石头纹丝不动 于是她拿起扳手 将岩石砸碎 随后准备将车辆推下悬崖 车身已经被太阳制烤滚烫 但她顾不了这么多 靠在车前用尽全力 车辆缓慢移动 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车辆被推到悬崖边 看了一眼昏睡的儿子 她犹豫不决 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 最终还是选择用力推 她要堵上一把 车辆掉了下去 丽莎是幸运的 在失重状态下 车辆检测到危险 启动安全系统 人工智能被唤醒 防撞气囊打开 车辆停衡系统 调整车身撞击位置 伴随一声巨响沉土飞溅 车辆完好无损安全落地 她爬下悬崖 发现已经自动解除金库模式 车门上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她拉开车门呼唤儿子 儿子依旧没有恢复知觉 现在必须把她送进医院 导航系统提示 他们被困在崖底 找不到任何路线 丽莎看着眼前的斜坡 开启全地形模式 汽车底盘开始升高 她将油门踩到底 车辆加速冲上斜坡 金刚外壳撞碎 挡在前方的岩石回到公路上 丽莎及时将儿子送进医院 看着她缓缓睁开双眼 丽莎喜极而泣 儿子才是她生命中的全部 电影绝境逃脱 不得不说这车真的炫苦 我也想来一辆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